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近期的节目中也是能够看到张一新还是非常关注杨子 除了杨子最爱吃的香肠之外 杨梅也是杨子比较爱吃的 张一新巧妙为她获取 而且在节目中还问到杨子还喜欢吃什么 不得不说张一新真的是非常酥乐 毕竟张一新的颜值也是非常高 而且对女孩子也是非常绅士 所以很难让人不心动起来 当然啦 杨子也是非常大方的 对于张一新的提问 杨子也是略有所思 也是尽力去尝试一些自己比较喜欢吃的东西 在画面中杨子指着豆干 张一新便暖心为杨子开瓶盖 看着杨子在品尝豆干 张一新也是目不转睛盯着杨子看 这眼神也是非常温柔啦 不少粉丝都觉得张一新真的是好照顾杨子啊 也是让人觉得二人的CP感非常强 在近期的节目中 杨子和张一新还穿着同款睡衣 加上之前二人也是有传绯闻 所以不少粉丝也是非常希望二人能够在一起 二人的综艺感也是非常强的 装杨梅的带子却让杨子看愣了 但是杨子最终还是选择了杨梅 不过大家也知道 节目中的小卖不是节目组设置的 而且为了制造节目效果 也是并不允许嘉宾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拿零食 但是要想把这些零食带走 还是得想出一些办法 没有想到张一新竟然想到用手套来装杨梅 也是让杨子瞬间看愣了 想必杨子也没有想到张一新会这么机智的吧 在画面中也是能够看到杨子帮着张一新装杨梅 二人看起来真的是非常般配了 而且不少粉丝也是看得一脸一目笑 很多小伙伴都觉得这二人真的是很好嗑的 而且张一新确实是很神智 一直在关心杨子还想吃什么 简直是男友力MAX呀 并且还叫杨子再用手套装点花生米回去 他说杨子哭笑不得 想必自己也不知道张一新这么机智了吧 还是非常有趣的啦 张一新之前参加过极限挑战还是非常会耍小聪明的 而且这位男明星的应变能力也是非常快 对杨子也是非常温柔 还极度绅士 真的是俗感爆棚了 二人虽然是参加综艺节目 但是真的像是在演偶像剧了呢 很多粉丝也是纷纷留言表示 二人真的是太好客了 而且二人也是非常般配的 不少粉丝刚开始都很难相信二人传绯闻 但是现在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希望二人的绯闻是真的了吧 而且现在看张一新确实是很有偶像剧男主的即时感了 但是二人一直在节目中也是辟谣的恋情 所以二人在一起还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大概也只是综艺效果 不过能够让观众们磕到也是看出二人还是非常般配的了 你觉得这二人在一起合适吗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潮能力敬请关注哦